放下与随缘,生命中的快乐与痛苦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人们总是在寻找生命的快乐与痛苦的根源 有句古语说的好 生命的快乐从放下而来 生命的痛苦从信主而生 这或许是一种哲学的思考 但在实际的生活中 我们似乎常常在放不下的挣扎中追求着幸福 本文将深入探讨放下和随缘的意义 以及这两者如何影响人生的快乐和痛苦 放下,轻松摆脱心灵的枷锁 人生中总有种种的束缚让我们无法自在 这些束缚有时来自于物质 有时来自于情感 更多的时候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执着 放下,就像是给自己解开心灵枷锁的一把钥匙 放下物质的欲望 放下对于成功的执着 放下对于他人的期望 这些都是使人轻松自在地放下之道 在当今社会 人们往往追逐物质的满足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但这种追逐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挣扎和焦虑 当我们学会放下对于物质的过度追求时 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更多的空间 来追求精神层面的丰富 这并不是否定追求成功和物质享受的价值 而是提醒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 不要被他们所困扰 学会在某个时刻放下 让自己得到片刻的宁静 此外 放下对他人的期望也是一种解脱 每个人在社会和家庭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但这些角色有时会让我们失去自己的真正 当我们过度在意别人对于我们的期望时 就容易迷失在别人的眼光中 忽略了自己的需求和梦想 学会放下这些期望 聆听内心的声音 或许能找到更真实的自己 也因此获得生命的快乐 随缘 雾透人生的无常 生命就像一场旅程 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 随缘是一种对生命无常的接受 也是一种对人生波折的豁达态度 当我们能够随缘而安 不顾止于计划的完美 就能更好地应对生命的变化 减少因为无法掌握一切 而带来的焦虑和痛苦 随缘并非默不关心或放弃追求目标 而是在追求的过程中 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面对挫折和困难时 随缘能够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问题 找到解决的方法 而不是陷入绝望和自愿自意之中 同时 随缘也意味着接受生命中的喜与悲 不应得失而剧烈波动 保持一种内心的平和 生命中的转变常常是不可预测的 随缘的态度让我们更灵活地应对变化 从而减少生活中的摩擦和矛盾 与其顽固地坚持特定的结局 不如选择相信一切都有其原因 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适应和前进 在这个过程中 或许会发现生命的痛苦来自于对于无偿的不接受 而随缘则是一种解脱的力量 生命的快乐在放下与随缘中寻找 生命的快乐并非来自于外在的成就或物质的拥有 而是源自于内心的宁静和平和 放下和随缘就是探索这种内在平和的途径 当我们学会放下不必要的包袱 不再固执于特定的结果 就能够让心灵得到释放 获得真正的快乐 放下带来的是轻松和解脱 让人能更专注于当下 当心灵不再被琐碎的事物缠绕时 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感受生命的美好 这种快乐来自于内在的丰盛 而不是外在的掌声和赞美 随缘则是一种对生命的包容与接纳 无论是顺境或逆境 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 这样的心态让我们能够更稳定地前行 不被波动所扰乱 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随缘的态度让我们更能品味生命的滋味 不轻易被外界的风雨所扰乱 生命的痛苦从信主而生的启示 相对于快乐而言 生命的痛苦似乎更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 然而 生命的痛苦往往是来自于我们对幸福的执着 对于不如预期的结果的不满 当我们无法接受生命中的起伏和不确定性时 痛苦就像是不期而至的侵扰 放下和随缘的启示在于 痛苦不一定是来自外在的不如意 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不安和抗拒 放下物质的执着 随缘生活的态度 能够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命中的挑战 不因为外在的变化而失去内在的平静 在生命的痛苦中 或许我们也能够找到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的挫折和困难都是生命的一堂课 透过学会放下执着 接纳生命的无常 我们或许能够更加坚韧 地面对未来的种种挑战 痛苦不一定是一种损失 更是一种成全 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 生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结语 生命是一场冒险 充满了快乐和痛苦 放下和随缘 是我们在这场冒险中的良师益友 放下是一种解脱 让我们摆脱物质和情绪的枷锁 找回内心的宁静 随缘是一种智慧 让我们接纳生命的无常 保持内心的平和 生命的快乐和痛苦 都蕴含在这些放下和随缘的过程中 让我们在追求幸福的同时 学会在不如意中寻找生命的真谛